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公公突发脑浴血去世的消息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一句话没留 说没就没了 老公刘明跪在林前 咚咚咚地磕着响头 把额头都磕破了 他哀嚎着 像迷失方向的右郎 凄惨而悲怅 婆婆哭得贪软 说她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我们只好一个劲安慰 最后是刘明哭着抱着 会让婆婆晚年生活 和公公再试一个样 她绝对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她才稍稍平稳了点 公公的后事 是我和刘明一起料理的 送公公去火葬和下葬时 刘明说 一来怕婆婆受不了这刺激 二来婆婆厉来胆小 怕那些场面她看了害怕 所以不让婆婆参加 我想着公公 一直把婆婆当公主养 于情于礼 婆婆都应该去送她最后一程 于是小声提议 刘明 二老恩爱了一辈子 还是让婆婆去送送吧 谁知刘明当即炸了毛 当着一众亲友的面 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说公公没了 婆婆已经很伤心了 我还要她去现场 这不是往她伤口上撒盐吗 还说我不要以为公公没了 婆婆就好欺负 要是再敢对婆婆这种态度 以后她见一次 打一次 她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满是力气 面部应激动而扭曲着 双手握拳瞪着我 那情形 好像我不是她老婆 倒像是什么冤家对头 这还是我那个斯文儒雅 说会爱我一辈子的老公吗 我捂着发烫的脸颊 吃惊地看着刘明 不敢相信她会对我动手 亲友们见状 纷纷过来劝嫁 跟我说刘明可能是悲伤过度 才这样情绪不稳定 要我看在公公心丧的份上 别跟她计较 公公下葬后 我和刘明在婆婆家照顾了她几天 就得回去上班了 可婆婆泪眼汪汪地看着我们 我不会做饭 不会照顾自己 一个人住着害怕 她捏着套裙的衣角 漂亮的丹凤眼里泪水盈盈 咬着的嘴唇微颤着 我脑子里飘过四个字 梨花带雨 刘明听婆婆这么说 赶紧动手帮她收拾东西 妈 您就跟我们一起住 我让如月照顾您 我张了张嘴 对刘明这种自作主张的应成有些不满 不是我不愿意照顾婆婆 而是女儿上小学 功课 兴趣班和家务 已经占据我大部分休息时间 刘明虽说会大把手 可她公司加班多 这些事大多落在我肩上 而且婆婆对生活要求比较高 我怕我一忙做得不好 不如她的意 与其引发婆媳矛盾 把这些年的好都消耗掉 还不如给婆婆请保姆或送养老院呢 当我扯过刘明 悄悄地把这想法跟她说时 她像看怪物一样 看了我一分钟 跳起来叫道 汤月 你什么意思 我爸刚走 你就想丢下我妈不管了 养老院是什么人带的你不知道吗 那是孤瓜老人带的地方 这话你要敢再说第二遍 别怪我不客气 她额上琴筋利利 牙齿咬得嘎吱响 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我吓得后退两步 刚想解释 婆婆在门口悠悠地说 阿明 既然如月不欢迎 我就不去逃人险了 让我这孤岛婆子自生自灭吧 她转过身 扑到公公的一向前哭起来 老头子 你为什么这么狠心丢下我 这叫我以后怎么活呀 我还不如这就随你去了呢 婆婆消瘦的肩膀一耸一耸的 哭得淒淒惨惨 就是石头听了都会落泪 我心里乱了 觉得自己真不是个东西 怎么可以不让婆婆住我家呢 历来养儿不就是来防老的吗 于是我赶紧抱住婆婆 脸哄带道歉 答应一定会好好照顾她 才让她止住哭 不情不愿地同意跟我们去住 第一个星期 我努力地按婆婆的要求来 刘明也尽量早回来帮忙 总算是相安无事 可婆婆明显不开心 我想也是 公公不在了 我们白天又不在家 她一个人在家里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难免会孤单寂寞了 于是刘明说 周末一起去灰汤泡个温泉 让婆婆散散心 还要我把孩子的网课调一下 等回来看回放 那天女儿本来有点感冒 不太想去 可刘明催得更厉害 说以前公公常带婆婆出去玩的 现在天天待在家里 怕婆婆闷出病来 还说如果他们娘俩去 婆婆这么敏感的人 肯定会以为我对她有看法 更不开心了 听她这么说 我只好带着孩子一起去了 泡温泉时 我还帮婆婆和女儿做了按摩 当时婆婆还挺高兴的 后来一家人去农家乐吃饭 点菜的时候女儿说 肚子有点不舒服 我摸了一下 感觉是肠胀气 就带她去沙发上躺着 帮她揉肚子 菜上齐了 刘明和婆婆没等我们就先吃了 等他们吃完 女儿还在哼哼唧唧 婆婆喊了两声 妞妞到奶奶这儿来 女儿扭了一下没动 我看她艳艳的 东西也不想吃 就叫她先躺一会儿 想着吃了饭早点回去上医院看看 等我上桌 发现桌上除了蚂蚁上树还剩点 其他碗里只有辣椒大蒜之类的配料了 我有点不开心 心想刘明也真是 咋不多点几个菜 这时婆婆把那点蚂蚁上树推到我面前 如愿 这是给你留的 快吃吧 我闷头扒了着米饭 没夹那盘菜 也没回答婆婆 回去后我在半道下车 带女儿去医院 婆婆说受不了医院那味 让刘明先送她回家了 九岁的女儿已经是半大孩子 我半抱半拽着 一路排队挂号就诊 跑上跑下各种检查 累得寂静虚脱 好在女儿只是普通感冒 医生给开了点药 就让我们先回家了 在医院待这么久 刘明既没打电话来问情况 也没来接我们 我有些生气 打了车回家后 看到刘明半蹲在婆婆身边 给她捶腿 脸色也有些难看了 我没说话 直接带孩子去卧室换衣服 我刚把衣服找出来给女儿换上 刘明进来扭住我的胳膊 恶狠狠地问 你几个意思 什么几个意思 我有点迷糊 搞不清她这突然又是发奶梅子疯 说了带我妈去散心 你甩脸子给谁看呢 刘明猛然地一掌推向我胸口 我没有防备 一个屁堆摔在地上 委屈和怨怒 如涨潮的江水汹涌而来 我爬起来争辩当 我吃没吃饭你不管 孩子病了你也不管 你眼里还有我们女儿俩吗 可刘明却在说我狡辩 说我一开始就不欢迎婆婆来 才这么多鬼名堂的 她说就是怕我对婆婆没用心 才每天冒着扣工资 挨训的风险早早回来的 已经让领导很不满了 但凡你把我妈当亲妈带 我会这么累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爸在世他过得多熟悉 刘明指责中带着疲惫 我从被窝里植起身子正色道 刘明 你要搞清楚 你的泪不是我造成的 既然你这么不放心 以后你妈的事我全部管了 你敢 你一天是她儿媳妇 就得照顾她一天 刘明有点气急败坏 你不要这个家了吗 你想散伙吗 家和孩子永远是女人的软肋 我像露气的皮球 一下子泄了气 刘明见我不说话 语气也软了下来 如月 我爸一辈子把我妈当仙女 总不能我爸一走 我就让我妈受苦受难吧 那我们也对不起爸呀 端午节到了 刘明要求我给婆婆买礼物发红包 我赌气道 不干 平时不都是各管各家吗 也没见你管我爸我妈呀 我这还不是为你好 给你个讨好我妈的机会 你咋这么笨呢 刘明不死心 你哄一哄说几句好话 说不定我妈一高兴就原谅你的呢 原谅 我是犯什么大错 要求着她原谅吗 我翻了个白眼 刘明 你要孝敬你妈我不拦着 别拉上我 我还有自己爸妈要孝敬 说着 我准备去收拾行李 想趁着假期回到老家 看下自己爸妈 刚一转身 刘明一拳砸在我脸上 鼻子上一阵酸痛传来 感觉脸上热乎乎的 我一声惊叫 伸手一摸 一片殷红 这男人是疯了吗 我怒了 冲过去对他又抓又掐 你个混蛋 你凭什么打我 刘明一只手扣住我的手腕 一手扼住我的喉咙 汤如月 你给我听好了 我早就提醒过你 我妈是我的底线 你敢不陪她过急试试 我奋力挣扎 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哀鸣 眼角的余光 瞥见婆婆 一身素裙地站在卧室门口 衣绝飘飘 宛若仙子 我明白了 在刘明眼里 婆婆就是个 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 我等凡人 就该无条件地 仰慕膜拜 等她松开手 我咳了半天 才挤出几个字 离婚吧 家就像一个圆 亲人的离去 就像圆缺了一个脚 如果活着的人 不是尽力释放 最大的爱意和包容 去补权 而只有猜疑暴力 那只会让缺口更大 最终散架 我是个俗人 只想过平凡安定的日子 婆婆这尊菩萨 我供不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